他说今个星期有什么板块值得留意 甚至是值得买入 车股其实吉利真的可以 刚刚讲的 还有讲的是什么 我觉得一些 Prada 出现营运数据上面 在55元边 看看有没有机会调整到55元边 这些位置可以试试的 其实你说是通关概念的 短线其中一样 但我想我未必太过意义 因为我看消息上 虽然有很多通关概念的相关冲击出来 但如果你看消息认真一点 通关是中港通关的 中港好 问题就是 好像很多声音都说有个限制 有个数目限制 说几百的可能是开口 所以帮助性不大 所以暂时比较好炒或者抵炒的 是车股的 最好炒是长城 看问题都重跪了 我不建议这些位置是罪的 但这些位置选择是追吉利 我觉得有得手的 25元就只是说 除了车股之外 我觉得后位调整 看看买回京东那些 是 但是我刚刚刚才说 不知道哪个位是最好的 深注吸纳的形式去吸纳 其实记住我们 在这一刻 我们集中港股 做部署拐着什么 拐着整个第四季见底 在做底部 回升 可能在明年第一季才会做出来 或者12月才会做出来 所以这些位置以收集为主 收集一些优质的股份 这一刻就会这样想 就不是反而说 那些东西跌得很多 很划算 反而去追阿里巴巴那些 我想也不会这样想的 相反地你有货 我也是建议你做一些 有些人会问 这些位置才走来走 我会问 我的角度反而 为什么这些位置还会有阿里巴巴 我那种角度就是这样看 所以你讲 这一刻主要是执创 然后执回一些优质 相关市场来未来会热炒的主题 那你讲一些旅游复苏的 都可以趁调整的时候去买的 所以如果你做一些短线部署 短线部署就有些东西变得很快的 今天说完明天可能已经炒月 这一刻我觉得比较适合 是做一些中线部署 开始收集一些优质的股份 是